也很伤脑筋 監視器画面中 一只小黑狗摇摇尾巴 走到民宅门口 闻了一下 就叼走了一顶帽子 就要不轻快的离开 帽子主人一看不得了 因为这顶是要价 七千元的冲浪帽 居然不翼而飞 我还以为是想说 因为洛杉丰很大 就以为是被吹走了 结果又看 看那个監視器才知道 是被他叼走了 一开始以为是 横春强劲的洛杉丰吹走的 但一看監視器差点昏倒 小偷居然是隔壁的黑狗 第一时间按邻居门领 没有人在 他选择在当地脸书社团 PO文悬赏偷帽狗一千元 也引起网友讨论 你现在都知道 如果东西不见要找谁 就他就他 话说到一半 小黑狗突然出现了 接着狗主人也来了 赶紧向帽子主人道歉 以为这只狗狗 居然是当地的惯犯 再过一阵就会比较好 小狗刚长牙 会咬东西 才一岁多的黑狗 正是调皮爱玩的年纪 常常叼走邻居晒的帽子鞋子 这是咬回的高架冲浪帽 上面有无线电跟对掌机 是冲浪教学时使用 还好掉了监视器 锁定这只顽皮的黑狗 才成功把这身材工具 顺利找回来 三炫朱俊杰 古不先评论